好 我們常說人生有三級 那其中一級就是急著要上廁所 因為當你忍不住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許多狀況發生 甚至還有可能會讓飛機返航 那這個例子就發生在美國的達美航空 有名乘客他在機上腹瀉不止 導致整個機艙都是死位 不得已也只好返航回去 那機艙內的衝擊畫面更是讓人難以吵架 這起事件在網路上引起熱議 網友好奇到底是腹瀉到何種程度 才會讓飛機為此返航 有人貼出當時機場內的狀況 可以看到走道上是布滿巧克力色的污漬 就算有用紙巾掩蓋 排泄物也會透過紙巾透了出來 而透過影片彷彿就能聞到滿滿的死味 當時在機上的人說 排泄物噴的滿地都是 空服員先用香草味的消毒劑清潔 沒有想到是完全沒有辦法抵抗住死味 反而讓整個機艙充滿香草屎的味道 還有乘客說當排泄物噴到地上之後 又再沿著地毯不斷的延伸 情況相當恐怖 好那個這個人的三級又一級起來 真的是不得了 除了可以讓飛機返航之外 在台灣既然也發生了類似案件 甚至還造成了交通的事故 新北市有一名羅姓司機 他昨天駕駛著大貨車 結果沒有想到他突然感受到一股 非常急的變異想要上廁所 於是急著把大貨車停靠在路邊 衝到附近的工廠去上廁所 結果沒有想到呢 可能疑似是因為車上的手剎車沒有拉好 所以讓這台大貨車就順著坡度往下衝 一路撞斷了電線桿砸爛車頭 所幸最後是無人傷亡 而這起事故也造成了附近 大約有10家工廠都暫停停電 新北消防局貨報報案人指稱 有司機受困車內救護人員趕抵之後 發現車損情況非常嚴重 大火驚嚇之餘 發現司機仍好好的站在車外 經過警方詢問 原來是因為羅南急著要上廁所 才造成的事故 警方酒測羅南的酒測值為0 而詳細的事故原因尚待釐清 另外這一起意外也造成附近 大約10家工廠停電 經過台電搶修之後 已經迅速復電 好 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關注到一個 感覺是非常離奇的一個猜測喔 就是國防部的 國防部情報局長布達諾斯 他表示呢 他確信普丁已經過世一年多了 得了什麼 但是呢 我明明就是在這個報道上面 還是很常看到他的呀 那他就表示喔 這個克里姆林宮呢 其實一直派出的都是他的替身 布達諾夫呢 上週接受電台採訪的時候 他就表示喔 普丁最後一次出現呢 是在2022年的6月26日左右 他是透過他的手錶 耳朵還有臉部的皺紋猜測出來的 根據英國每日行報的報導 布達諾夫說到 耳朵就像指紋一樣 都是獨一無二的 替身也有不同的習慣舉止 與走路姿態 如果仔細觀察 還可以發現身高並不一樣 有分析人士指出 普丁三月份訪問時 他的面部特徵有不一樣的地方 指稱他派出的就是替身 並表示普丁的替身耳垂的差異 此外普丁的其中一個替身 臉上有著筆直的皺紋 另一個臉上有著細小 而且間斷的皺紋 就連痣的位置也被外界不斷討論 而據了解 普丁曾經多次聘請整形外科醫生 另外報導最後也提到的是下巴 分析人士整理了三個 普丁露眼的畫面 其中他的下巴似乎都有所不同 例如二月份在莫斯科的聯邦議會發表談話時 下巴線條看起來非常緊繃 而且輪廓分明 但一個月之後他訪問凡賽寶時 下巴明顯更下缺了 接下來的這個消息 讓很多粉絲都相當震驚 而且大喊說不相信愛情了 因為被稱為是好萊塢最閃夫妻黨的 喬強納斯以及蘇菲特納 兩個人交往多年 而且常常在社群上放閃 沒有想到最近卻傳出情編 兩個人也在社群上共同發出聲明 表示結束了四年的婚姻 喬強納斯和蘇菲特納在IG共同透過聲明表示 透過四年的美好 我們共同決定好好的結束我們的婚姻 關於原因有很多猜測 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共同的決定 我們真誠的希望 每個人都能尊重我們 對我們和家人的隱私保有尊重 綜合外電報導 雙方已經面臨至少六個月的嚴重問題 而這個消息一出令大批網友 還有粉絲崩潰大喊 不相信愛情了 來來來想要這個財富自由的朋友們 今天的威力財你上車了嗎 跟大家說因為這個威力財 已經連槓21期了 所以今天的頭獎是上看4.7億元 很多耶 非常的多 那這個面移師也有說有三個幸運生肖 是非常的有財運的 那三個生肖是鼠猴鼠虎 還有鼠馬的朋友們 這三個生肖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上車機會 那另外也有提到說 是有這個幸運方向的 他說只要是門朝向南跟向北的彩券行 都是可以提升你的這個財運 所以你可以站在家門口 或是公司門口 然後看一下 南方或是北方的彩券行 都是可以提升重頭獎的機會 想要開除老闆 就是今天晚上了好不好 大家呢 一起來著下這個 門朝南北方的彩券行 一起呢趕快走進去吧 對啊 我其實每次看到這種新聞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啊 我應該也要來買一張 然後試看看 然後每次 當然都是動輝啊 真的是太生氣了耶 但是這個夢 一夜致富的夢 相信人人都有的 所以我今天呢 還是會來買一張試看看 好的好的 我們期待你的好消息 雖然你如果中了 可能也不會跟我們說 對 中了我當然是不會跟大家說的 就悄悄的消息這樣子 沒錯 好 接著呢 對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連續四年登上 必比登推薦的台中知名 豬腳店 副狀元 日前呢 公告說 外帶會收5元的小費 內用會收10元的小費 引起網友熱議 有些人會覺得說 其實你公告了 那我就可以接受 不過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連外帶都還要收小費 真的是 太令人無法接受了吧 那蔡希老闆 昨天親上火線回應說 他覺得自己是問心無愧 這個小費呢 並非是強制的收取 主要呢 是希望可以鼓勵員工 在工作時心情更好 我是覺得內用小費 還外帶 拿了就走了啦 對不對 這樣比較不得意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OK的 因為就像人家 就是每天都會收 所謂的10%服務費 所以是一樣 但是我也有遇過收10%服務費 結果東西都要自己拿 對 所以我就 我會直接放到 拿完店 如果是OK的話 我覺得這個沒問題 連續登上四次必比登 餐盤推薦的台中副狀元 豬腳 9月初在店內公告 外帶收5元小費 內用收10元小費 要求消費者 將小費投入鋪滿中 引發網友反彈 副狀元老闆蔡兆俊表示 其實租公擺在桌上 已經一年多了 只是從2日開始正式公告 認為有收小費 為什麼不能公告 效果可能還會更好 原因就是 讓員工的福利又更好一點 這些所有的小費 通通為什麼要把它分在說 租公跟那個的性質 這些原則上 我只有負責監督 這些都是 這些小費都是員工的 他們的福利 蔡昭俊解釋 這種制度 其實在美國和菲律賓都有 是想讓員工服務的動力更好 才會想到有小費的方法 有時候客流量大 一天處理300到500單 難免情緒會不好 加上曾經在網路上看過 被批評電源態度差 才會想到此舉平衡一下 讓員工紓壓 是只有倒資而已 你想投你就投 不想投我們好耶 所以就等於是說 客人沒有說強制性 一定要在付錢的時候給 如果強制性的話 我付錢我覺得就收啊 所以只有擺在這邊 就是客人願意的話 就投進來這樣子 面對網路抨擊 店家是變相漲價 持相難看 蔡昭俊強調問心無愧 並不強制給小費 若是強制收取 就會在結帳時一起算 至於店面生意是否有受到影響 老闆則說 完全沒有 生意可能還變得更好 一些比較 有一些弱勢的人 或什麼 沒有金額的限定 來 我就送 你不用消費我就送 天天來我天天送 一個人至少送你 三十幾萬滷肉飯 用這種手筆 你去哪邊可以看得到 說真的 來講 我混心無愧你知道嗎 針對小費事件 肖保官康星人提到 法規上並無小費說法 一般店家都是收取服務費用 店家應該充分告知消費者 收取小費的原因 讓消費者決定是否要消費 不可在結帳時才告知 以免產生爭議 國稅局則表示 不論是小費 服務費都算是店內銷售額 也應該納入發票中 必須開發票 將派員前往了解情況